先放焊油,然后放点低温锡,然后用烙铁给它烫一遍,综合一下 综合完以后呢,因为这个A9的胶呢比较少,就可以直接拿锡带把它脱平了 如果要是A8或其他的话呢,就需要再去挂胶,像这个A9的胶太少就不需要挂了,脱平完以后呢清洗干净 好,这样就先焊盘处理完了,CPU焊盘处理完了,那下一步呢就是,因为A9的这个CPU是两层的,那我们处理CPU的时候呢还要处理上面那层,我们先给它分层,分层,因为A9我们拆的时候呢已经放过去了,中间呢会捅过的一个口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捅在这个开口的位置就可以,风枪的温度呢开到个300度,风速3 然后均匀的吹四周 吹发了桶一桶,桶开就可以了 那这样呢这个CPU呢和这个 这个三杆就分开了 这个呢是三杆,这个是CPU 那我们CPU刚才呢处理了这个下层对吧,然后下面呢我们要处理中层 卡到这个口里边啊 然后呢先放点焊油 也是一样用点DVC给它,把底边的锡浆呢给它烫出来 好,烫出来以后呢下边呢是去刮焦 刮焦的话呢就开了个2202,230就可以了 因为A9的中层焦很少,基本上不用怎么刮的 这样呢就焦就刮完了,那我们呢就等它冷却一下,冷却一下呢,然后清洗干净,然后这个里边呢灌点锡 大概清洗一下 拿个毛刷刷一下 把这个孔里面当东西呢给它刷掉 看清 好,这个是清洗完了,清洗完以后呢,上面呢灌锡 可以靠里面灌锡 这个焊接的车呢,一般都是用中文锡 这些压下去 灌完锡以后呢,把它清擦一下 那这个呢就是中层灌锡 中层灌完锡以后啊,才能去植CPU